欢迎收看5月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4月3号的强政后 为了协助灾民能够尽早的恢复日常生活 花联市公所特别吸手了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协助非红黄单灾民休闪住宅 2号上午市长魏佳燕 则在基金会的工程师以及工班团队的陪同下 前往多处民宅了解受损的情形 花联市长魏佳燕随着工程团队走进家户 足以了解灾损情况 0403强政后为了协助灾民能尽早恢复日常生活 花联市公所特别吸手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协助非红黄单灾民休闪住宅 这个我跟你说你不用等 因为他你在后面 你这是夹起来的墙对不对 我们目前大概已经收了270件 那到昨天我们来这边的第17天 我们已经完成了73间的休闪 那目前大概有100多 170 180都已经陆续在安排在休闪中 那我们累积到目前的这个出工的人士 大概1600多人 那机具的部分呢大概进出了200多台 那我们持续的协助我们花联的乡亲来进行这些休闪 2号上午市长威嘉燕在基金会工程师及工班团队的陪同下 前往多处民宅了解受损情形 也感谢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再次用行动指缘花联 目前优先处理的大概就是你没有被贴单的这个部分 没有被贴红单跟黄单 那结构上没有疑虑 那还有就是我们优先处理我们就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家庭 包括低收中低收跟我们的老人家独居老人的这个部分 是台积电目前要优先处理的这个方向去进行 那在这边我还是要特别谢谢台积电 不免不休的来为我们花联的一个修缮来努力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花联正在办公室 从4月11号成立以来 已经登记超过1000件的修缮案件 除了花联市以外 维修范围也扩及受封凤林最远折到玉里 经过逐一会刊、访查、记录 依迫切程度分级展开修缮工作 给予灾民相当大的助力与信心 记者徐立晴华联市报导